各位们好 我们接着讲 那么上半节课 我们讲完了 PiQt的四种标准的输入对话框 那么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我们如果根据自己的需求 来定制输入对话框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定制输入对话框 因为标准的输入对话框 它弹出了一个界面 一次只能获取用户的一个信息 或者一种信息 虽然它能弹出四种对话框 但是每种对话框 只能获取一个类型的参数 假如我们需要弹出一个对话框 获取姓名身高体重 邮箱公司电话等等 这些信息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自己定义一个输入对话框 我们定义的输入对话框 一次性可以获取多个用户输入的信息 可以修改全局变量 那么也可以把我们所获取的信息 进行一下教验等等这样的一些操作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定制一个输入对话框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designer这个环境 再加一个按钮 来触发这个我们定制这个对话框 好我们回到这边来 编译并且生成相应的这个 曹信号 这应该是第20个了 好那么操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不着急处理这边 好先把它贴过来 那么我们定制的这个弹出的这个对话框呢 需要我们再新建一个这个界面 因为我们这个标准的这个弹出框呢 它只能一次获取一个啊 getatom或者是get这个stream 就是gettext的或者是get这个integer 那么我们想同时获取很多种信息的时候 我们需要个y再制作一个UI界面 那么还像最开始的一样 在这里面 new form 然后这个类型呢 我们就选择这个第二道个就是对话框 然后点OK 那么还是存在这里 这里我们就叫 因为我们获取的是信息嘛 所以我们就叫info吧 好那么我们这个程序已经默认为我们自动打开了这个对话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获取的信息呢 分为几种 我们先定义一下 比如说第一个信息是姓名 好那么第二个信息是这个身高 然后是体重 性别 那么这边是 电话 好的 假如我们就需要获得这么些参数 那么每个参数很明显 我们要给用户一个这个输入框 那么我们就拖进来一个line edit 提供给用户输入 好的 我这里为了图简别 也没有用什么垂直布局什么之类的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用垂直布局器的 那么加入了这些之后呢 假如我们想配合这个标准输入框使用的话 我们也可以添加这个tool button 放在这边 比如说 那性别的肯定就只有男和女了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get a term 然后这个体重的话 因为它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放一个 然后这身高呢 也作为人类来讲 肯定也有范围的 那么 这个好像吉尼斯世界记录 也没有超过三米的吧 两百多算巨人了 好 我们就放这些 这姓名的话 就让用户自己输入算了 电话也是输入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又生成了一个界面 同样的 我们对这个界面进行编译 然后呢 我们空中下就会出现这个UI界面 来运行一下 先不用看代码 好 这就是我们刚才造的这个 这个UI界面 那么根据这个UI界面呢 我们同样的 也要对它进行一些信号生成 和操作数自动生成 这个界面 那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 改一下这个冲铁的名字 这个叫第二道个 不太好听 用信息输入框 这样 然后还是同样的编译 那么生成一些对话框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添加了这个button 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事 这个界面呢 用户输入完信息之后 你肯定要给它一个提交 和取消 提交和取消选项 然后这样呢 我们这个界面就造完了 然后呢 我们把现在的这个操作数生成出来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要新建一个 然后就是我们的deallog 对应这个文件 好 跟第一次操作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有两个pushbutton 还有pushbutton2 就是ok和取消 然后我们的toolbutton 都是选证这个collect信号 好的 那么这样呢 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看看这边 会有一个info.py 这就是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 带有槽哈树的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我们先不用着急去处理它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把相应的槽都生成了 然后UI呢 也在这里 因为我们刚才编译过 所以它重新生成了一遍 那么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从这个主界面里边 主界面里边 按这个定制对话框之后 把这个界面弹出来 把我们刚才做这个界面弹出来 那么如此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从这个文件里边 把这一堆生成的都复制下来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 MathTradeQtTest的这个文件里边 然后呢 因为它是这个定化框 所以我们在这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呢 如果我们先把这些 抛出异常的语句都去掉 print to 1 我们先看一下 把这些都去掉之后 这个是这个是2 同样的这个是3 那么Click的这个就直接 print OK就好了 这一个呢 这个呢 就直接print 取消 好 那我们在这个主界面 也就是主窗体的这个按钮里边 去实现这个类 好 第二log 这个类 在我们的这个操汉树里边 就是我们未实现的这个 把它拿下 然后我们来把这个类实现实现完了之后呢 就实力化到这么一个类 然后呢 调用 调用它的这个方法 加了下滑线 因为好像跟Python的这个关键字重复了 所以要加了一个下滑线也是区别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进去对话框 好 我们发现呢 我们进去这个对话框已经弹出来了 那么弹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里边进行一些输入 比如说 姓名叫麦子学院 身高 1米90 体重 80公斤 性别 男女 女吧 然后电话 随便敲一个这个 110 119 114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基本上操作的时候 主界面是不允许我们进行其他操作的 这些按钮你先按不动 那么只有在这个 子界面操作完成之后 那么这些输入操作都完成之后 点击提交之后 那么它才能继续操作这个 主界面 因为我们这里呢 没有处理这个 退出的操作 所以呢 我们点击之后 它会打印OK 但是这个界面不会退出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之后呢 发现我们实现的操作数通通都实现了 那么我们点击插 把这个界面插掉 发现 诶 主界面又可以操作了 所以这是要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弹窗呢 一定要处理之后 那么主界面才能继续操作 否则一定要停留在弹窗上 等操作完成之后才能退出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界面已经可以执行 并且操作数也可以执行 那么我们 按照上一节课的这个 上一节课的这个程序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这个 我们刚刚实现的这个界面的这个操作数里面 第一个这个 ToolButton 它是获取 这个姓名 然后第二个是获取 获取什么来着 我不记得了 我先看一下看看 身高体重性别 第一个是身高体重性别 那么看来我还写错了 我们这里不能用这个 不能用get text 身高和体重的话 应该用这个 整形 或者是我们介绍的这个浮点形 都可以 然后我这里就 拿这个当例子了 拿这个整形当例子了 第二个也是 第三个也是这样 好的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这一个 弹出一个标准的框 那么如果我们想从这个 OK button这里 然后退出这个窗口 可以怎么办呢 用 setsome.exit 那么这样这个窗口就 这样实话 这是整个程序都退出了 整个程序都退出的话呢 肯定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看一下 好 这样实现的话 setsome.exit的话 是整个程序都退出了 那么如果我们只想关闭 这个 我们只想关闭 我们弹出这个窗口的话 用close 调用它自己的这个close 函数 好 OK 那么处理完了这个 打印信息之后呢 它把这个窗体关闭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刚才实现的这个 点击升高 OK 也是弹出了输入 整数这么一个对话框 就是我们上海里科学的 这个标准对话框 那么也同样 这个对话框 你处理不完之后 你这个用户信息框 就不能动 用户信息框不能动的时候 主窗体当然也是不能动的 然后这里是体重 这里是性别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定制 这个用户输入信息框 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在一个界面内 可以获取用户输入的 这个各种参数 一个界面就搞定 不用这个姓名谈一次 身高谈一次 体重谈一次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还是要详细的介绍一下 比如说 用户在这里输入了信息之后呢 我们把这些框里面的 这个内容打印出来 那就通过这个OKButton去打印 就可以 我们如果是获取这个 获取这个 在我们框的输入的内容 我们之前的课程讲过 我们在这里找一下 在这里找一下 看看之前的方法 还记不记得了 再附点LineEdit 就是这个方法 就可以把 它自身的 这个大核文框的内容 获取下来 那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在这个界面里边的 这个文框 是名字已经 重新定义了 LineEdit 然后是2 3 4 5 好 那我们就按照这一个 模式 去 实现一下 下滑线 我们就按照这一个 这个文框 是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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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用户输入的东西都打印出来 那么这边做测试呢 只是用打印 如果大家写程序的话呢 是可以在这里把它传递给这个全区变量的 那么全区变量 你在这个部分定义就可以了 在文件的这个最外边 在所有类的最外边 因为它不是某个类的这个私有变量 它是一个公共的变量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进这个电话框弹出 体重80 性别纽约 电话102024 然后这个还是老问题 需要处理掉这个 总是想不起来管这个事儿 所以大家像这个控制台打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格外小心 这是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如果程序在生产环境的时候呢 直接一个异常就退出了 那些整个环境就相当于是崩溃掉了 好 我们还是在这 好 那么它会把我们输入的这个信息通常都打印出来 既然你能把这个信息打印出来 那么你对这个信息进行其他的处理也是不会有其他问题的 我这里这个简单的例子就举到这里 好 那么今天这个 出入对话框的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 后面给大家留点作业 就是我课程中呢 没有给出获取福点输入对话框的这个使用方法 那么也提示了大家该用哪个函数 大家客户回去去练习一下 那个函数的模型呢也给出了 只是名字变了一下 所以希望大家回去练习一下 实现这个获取福点输入的这个对话框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